热腾腾还在冒烟的糕饼一出笼 马上被抢购一空 香气四溢看起来超可口 这家糕饼店已经有近80年历史 南门市场是云云第二周 现场人潮仍是络绎不绝 要买一些像旺有群的榨菜 小点心 这个这家的小菜 菜肉啊还有坚果啊 然后也会买它的一些点心 对 不论旧雨还是新枝 塞满了新南门市场 像这家知名的胡州粽 即使不是端午节 民众仍忙着挑选 琳琅满目的粽 要找回老店的味道 二楼美食街这家刀销面 还没到中午就快排到了门口外 百年市场变身百货公司 更加宽敞明亮 但店家觉得人潮 好像还是没有全部回来 不算是很好 因为他们都买了量很小 都四次 中秋节刚过 已经是抽高气爽的天气 清晨在基隆市七度 已经出现全台最低温 19.3度 20号之前白天的最高温 平均大概都有30度到31度左右 山区的一些谷地空泡区 清晨跟夜间的低温 可能就是19度20度左右 16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恒泉半岛以及北部山区 要留意零星短暂雨 另外16号清晨开始到17号 西半部民众也要留意境外空污 如果呼吸到较敏感 外出最好还是戴上口罩 到了20 21号 又会迎来另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 低温还会再下降 出门记得要留意穿着 记者张佑茨成名圈台北报道